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爺爺 为什么每年春天 我们都要到熊山近乡呢? 因为这里住着我们白云村的守护妖怪啊 那我可以许悦吗? 可以啊 听说只要有小熊许悦 妖怪公车就会出现哦 那我要许愿 我希望每天都可以去糖果工厂玩 哦哦哦哦 爺爺爺很喜欢工厂呢 一年过去了 可是今年春天 熊山却没有听见花鼓声 花生 你说我们在这里住了一百年 什么时候收过信啦 会不会是法丹啊 会不会是爱慕者送的情书呢 那不可能啊 赶快看信不就知道了 亲爱的守护妖怪你们好 我是住在白云村的小熊 我们白云村的熊竹们 过着快乐又平静的生活 嗨好久不见 最近好吗 嗨 啊我的帽子 嘿嘿嘿嘿嘿嘿 一年前 村子里搬来了一家糖果工厂 我是老板 苦咖啡 糖果工厂开幕啦 童童免费招待 请大家快来玩 哇 大家快跟着我去糖果工厂冒险吧 我们有多种口味的糖果哦 哦 赞啦赞啦 欢迎来到神奇布丁屋 布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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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头发了耶 我先告辞咯 这么多的糖果到底要怎么选啦 难道这就是甜蜜的烦恼吗 接下来来看看工厂最厉害的 棉花糖云制造机 棉花糖云会轻飘飘的飘到空中哦 阿达 放葡萄 谢谢 老板 飞出葡萄鱼啦 好香甜哦 糖果工厂的神秘力量 都来自于这个强大美丽的玫瑰反应炉 绝对是无可取代 哇塞 连湖里都有糖果鱼耶 大家都不用辛苦种白云稻米 也不会饿肚子啦 爷爷 爷爷 我们再去糖果工厂玩吧 好啊 耶 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村子里的白云越来越少了 大家脾气越来越暴躁 哎 干嘛挡路啊 你猜别挡我的路 哎 听说工厂把白云肥料都用完了 而且天空出现了好多乌云哦 哎 你们没有证据就不要乱讲话哦 拜托 谁不知道你只想要吃更多的糖果 什么都不考虑 你说什么 大家的心都浮动了起来 到处都是混乱 嘿嘿嘿 去死吧 看你不顺眼很久啦 来啊 来找家啊 韩国都是我的 小云村发生了很多很可怕的事情 救命啊 救命啊 抓住它 不要跑 哈哈哈哈哈哈 嘿嘿嘿嘿 小云村 请快来救救我们 小云村 请快来救救我们 烏拉巴拉蹦 小云村 出动啦 烏拉巴拉蹦 小云村 出动啦 说真的 我驾照烤了一百年 还是没有过呢 哎呦 哎呦 真的真不妙的预感 我觉得妖怪公车 可能太久没出动 好像在洗床期啊 哎呦 哎呦 妖怪公车 不做控制了啦 趕快离下来啊 要撞到了啦 啊 我们要飞去哪里啊 咦 这里有个屁股 好大的屁股 超快进放臭屁 我们要丢下去啦 哎呦 头好痛 花生 你没事吧 花生太老了 快跟着我走 这是怎么回事 弄到煙囪里的有毒物质 所以抓狂了 所以你才穿着防护衣 这一年来 白云肥料渐渐不够用了 工厂吸入了太多乌云 有时候就会忍不住放臭屁 难道这就是熊族发狂的原因吗 可是我却没发狂 难道说 看我的西瓜汁喷射 花生会复原状了 西瓜汁是解药 本草钢木记载 西瓜干露撒心 清凉退火 老板大师傅好了 熊子们快要冲进工程了 什么 钱了 杀 你这个红蛋 这个真的是小熊吗 在这样子自相残杀下去 白云村会毁灭的 老板 棉花糖原制造机在哪里 你要做什么 把我制造成西瓜园吧 只有我可以救大家 在这样下去 大家都会死的 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 这是我们小熊腰怪的责任 你们看那是什么 是红色的云 怎么会有红色的云 这里是哪里 为什么我们要打架 奇怪 啊 不好意思啦 在西瓜园子 你把太阳难道 这里不能再这样子下去 怎么开始 太乖了吧 是什么太乖了吧 工厂地有必必瞒着我们 你们看 烟囱又飘出乌云了 老板大师傅好了 迟早太多了西瓜园 机器过了 还撑不住了 快点快点 去把玫瑰反应炉关掉 要不然工厂会完蛋的 你们看 是老板 老板出来了 老板 请你解释清楚 没有时间了 工厂制造了太多西瓜园 快要爆炸了 要快点把玫瑰反应炉关掉 要不然工厂就会完蛋的 工厂把我们害得这么惨 就让它坏掉了 可是 这样以后我们就没有糖果可以吃了 难道你们都不害怕 那工厂继续伤害我们吗 白云村没有了工厂 就什么都没有了 难道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吗 球球你们快关掉白云炉啊 以后我会给大家更多的糖果 就是由你们这种人 白云村才会变得那么惨 但是你给我糖果啊 你能给我糖果吗 哦 小熊 就这工厂 老板 关掉 小熊 就让工厂坏掉吧 这工厂是邪二长 关掉 就关掉 就这工厂 小熊 我们已经不能没有工厂了 不知道我们还有什么选择吗 我 我到底该怎么办 快了 拉爆掉 老板 工厂要爆炸啦 快了 烧烤 快了 烧烤 烧烤 我 我该救工厂吗 就让工厂毁灭吗 不要怪谁会耍啊 你 你到底在哪里 谁 谁可以告诉我答案 白云村会变得怎么样 一颗西瓜 两颗西瓜 西瓜太阳就是我 花成风 花朵雨 重来一颗西瓜 花生 你不敢迅速卖 一颗西瓜 什么相互 一颗西瓜 你也不离